由于父母工作调动的原因 女孩来到了乡下读书 可因为自己显得格格不入 她一整个学期都没有交到像样的朋友 看着身边的同学都在嬉戏打闹 女孩多少都有点羡慕 然而由于在城里待得久了 她也没办法很快地融入这里 因此她每天放学的唯一乐趣 那就是走不同的乡间小到回家 因为这样既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 还可以打发一些无聊的时间 这次女孩又找了一条自己没走过的路回家 可越往里面走 里面的景色居然就越荒凉 再加上只有自己一个人 女孩便开始犯起了嘀咕 然而就在这时 身后的草丛里突然刮过了一阵寒风 女孩听到动静便转了过去 可后面除了一望无际的杂草 却什么也没有 可紧接着她就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在草丛的尽头 似乎有一个人在那 女孩以为是自己看错 于是便瞪大了双眼 结果下一秒 一个身穿白衣的女人果然站起了身来 并且紧接着还朝自己走了过来 这下女孩可傻眼了 可谁知就在这时 女孩居然因为害怕摔倒在了地上 眼看对方就要冲了过来 女孩二话没说就站起身离开了这里 一路上 她使出了吃奶的劲去逃命 可尽管已经跑得如此之快了 她却发现身后的那个白衣女人 依旧紧跟着自己不放 这可把女孩吓得够呛 好在关键时刻 她跑进了另一条小路 并且转头就遇到了一户人家 可让她感到奇怪的是 明明是大白天 屋里却没有一个人在家 更糟糕的是 等她转头一看 那个白衣女人居然又追了上来 情急之下 她只能找地方躲了起来 好在这里有一个土地公公保佑 她便也安心了不少 然而在等她一看 那个穿着白衣的女人 居然慢慢朝自己的方向走了过来 这是什么情况 大白天的还能现身 并且丝毫不惧土地公的存在 这时女孩也束手无措了 她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去 于是便双手合时败起了土地公公 可尽管如此 那个白衣女人却依旧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眼见对方离自己越来越近 女孩只能闭上眼不停地祈祷 直到对方已经停在了自己的跟前 女孩也丝毫不敢睁开眼睛 可毕竟一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于是等思虑再三过后 女孩便还是鼓足勇气睁开了眼睛 可奇怪的是 那人居然又消失不见了 而等她朝另一个方向望去的时候才发现 白衣女人居然走进了屋子 这时她才反应过来 原来对方并不是鬼 是自己误会人家了 下集员。 哪有种 data? 哪有呢呦? 阿希は会的 是啊 其实在耐烈 though 你在说监り梅